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GPGY4 现在是中午时间 我刚刚坐到我的车里 准备录一个闲聊视频 拍一个这个 然后咱们开始自己的今天的话题 现在咱们启动一下 就自检一下 完全正常 完全正常 没有任何警示音 OK咱们开聊 熟悉我的应该知道 前段时间我这个车子 饱受一个故障码的困扰 大概上个月吧 就是几周前我已经忘了 当时不是换了个电瓶吗 因为出了故障码 然后换了个电瓶 但是换了新电瓶以后 仍然报错 后来去了4S店 重新检测了以后 反正告诉我 就是那个电源控制管理模块 就是这个BPGA那个问题 从那个以后呢 持续了很长时间 就是这个故障码 就是随机的出现 而且出现的频次很高啊 有时候消失 有时候出现 但出现的频次特别高 比如两周之前 就是上上周吧 上上周 整个一周 因为我是每天都来嘛 我每天都来上班 然后那个车的那个报警 每天都有 就是只要点了那个 那个点火开关以后 不就进入了自检了吗 他立马就会报错 那个黄色的那个代码 就在那个显示屏上 那个中共屏上 但是上一周 整个一周 一天都没有报 一天都没有报 整整一周啊 都没有报 然后这周呢 今天已经是周外了 就相当于从上周一开始 到今天周外了 这么长时间 一次都没有报 所以这个故障 是不是就这样 莫名其妙的又消失了 不得而知 那个BPGS 那个电源控制管理模块 就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那种 那种那个电 集成在那个电源的那个旁边啊 如果你看那个那个图的话 就上面好多那个线 就从旁边里面出来的 这个故障肯定是里面的某一个 就是类似于电路上的一个问题 包括了故障码的显示 就是那个SOCO的嘛 那个电路的问题 但是咱们也知道 电路的问题很多时候 就像咱们那个电脑 有时候什么电视哈 有时候故障啪啪啪拍一下 就恢复了 可能就像里面的 可能某个地方 那个虚掉了 或者那个电路 就给我形容 就比如贴切的 就是做个比喻 就相当于人们那个血管里面 可能相当于被阻塞了 可能就导致半生不水 导致不舒服 哪里可能就出现了个问题 某一天 那个血栓好像就 就完全冲掉了 冲掉了以后 就相当于并来如山倒 并去如抽丝 人立马就活蹦乱跳 现在我的车子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无缘无故的 不知不觉的 这个故障呢 就相当于又被打通了那种感觉 就再也不出现了 我现在已经渐渐的感觉 就完全恢复正常了 然后电子又是个全新的 每天开都是正常的 既然正常的话 那我就一直开就一直开就好了 那我就对前段时间的困扰 就一扫一扫挨空了 这个车实际上啊 我现在就觉得这个车 开的真的是挺挺不错的 就是有底盘有操控 然后坐的也挺舒适的 我协会反正坐的后排 我这个副驾永远就是不做人的 基本上就是空的 你看我 我的这个体型 身高 在后面你看都可以敲在两腿 就是空间特别大 但是我之前就是做那个天翼 雪铁龙那个天翼 那个后排很局促的 在欧洲的话 像这种主流的车型 二排的空间 基本上成年人挨言的话 都是比较紧凑的 你看这个车 我现在按照我正常的坐姿 你看我这样坐在这儿 我这样的坐姿 你看非常宽宇 所以我才可以实现 翘二郎腿 在我看来就是这个车的空间感 然后它的那个尺码 我现在对这种大车实际上不感冒 越是开了久以后 越是从日常代步的角度 实际上车的是越紧凑越好 比如说你给我一个I08 那是最完美的 I08那种小车 作为日常代步的话 就太完美了 但是作为你一个家庭用车的话 你车的不可能 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 肯定都是在工作状态 就是连点一线 那种工资于家之间 然后节假日 节假日的时候去出游 所以这个车的均衡性 就要考虑到这点点头坚固 国内的都希望 这个车总是一门的大嘛 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们因为只有两个人 所以这个车呢太大了 实际上对我而言是一种负担 如果这个车又小又紧凑 但是又实用的话 何来不为了 所以这个车的尺寸 好像才4米4几 特别紧凑 然后又是高坐姿的MPV MPV这种高坐姿 对于老司机而言的话 实际上是比较友好的 就是这种坐姿啊 开车的话疲劳度是非常低的 比开车车要好 现在这故障码完全消失了 如果一直都不出现的话 那我就一直开了 至于换车的话 我之前就一直在说 对我而言不是一个紧急和必要和紧迫的事 这个车的话能开就先开一段时间 包括我已经新换了一个新电瓶 新轮胎 新的AD Blue系统 新的离合器 这个车的话我已经花了不少钱了 在整备上面 现在这么好的状态 然后很低的价格再卖出去 因为确实按手的话 这车非常的不值钱 好像报过一次价才七千七百多 但是同样这个车况啊 你如果从二手市场买的话 一点一万左右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一点四万 好像悬下来 咱们这种卖车买车一买一卖 买的永远没有卖的金 这个是永远都无法改变的 所以我们买了二手车 你开二手车的话 你开的越久 那你这个就是你的那个 它的剩余价值在你手 在你手里就可以得到最大化的这个物件齐用 但是你只要一卖 那你亏的东西 亏的就非常大了 本身你卖二手的话 相当来说亏的已经少了一些了 就现在这样看的话 也亏了不少了 但是我从一万四到七千多 七八千的话 都已经腰斩了 百分之四五十了 但是这个车毕竟是一个二手的嘛 然后在我手里面已经用了零八零零八年吧 我零八年买的 一样下来也也这么多年了 所以按照每年的这个这个成本支出的话 我感觉还行还能接受 这个就是现在我这个车的这个现状吧 实际上从使用角度 如果不出故障的话 这个车我用起来是非常满意的 就是非常愉快的 不论从驾驶的层面 乘坐的层面 对于我们两个而言 都是非常完美的贴合 挺符合我们的需求的 尤其这个后排的大空间 三个独立座椅 可以调节椅背 可以前后滑椅 就是这种MPV 这种水滴性噪音空间 最大化的利用 它的四个轮子紧贴在四个角嘛 它的轴距比那个天翼还长 但车长比天翼短 后排空间比那个天翼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充裕 这样的车实际上从实用性角度 哇非常完美 非常完美 好了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宰了 再顺便提一下这个气温了 上周末的时候非常凉快 我周六的时候去森林徒步 当时中午啊 中午一点多钟的时候 当时那个实时的气温只有19度 非常凉快 周六的晚上 就周五到周六的晚上 那个最低气温是8度 哇当时感觉好冷啊 然后昨天晚上我傍晚的时候 我出去在小区里面转了一圈 也是现在这种着装啊 就正常夏天的这种着装 我都觉得有一点凉 但是这个气温这周就开始走上升趋势 今天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气温 嗯 现在的实时气温是看一下哈 好 看一下实时气温 现在是24度 今天今天的13到27度 这周呢 又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周 接下来的这么多天 明天是29 然后星期四开始 30 31 31 32 就是说 这一周 这一周的后半段 连续若干天 都是超过30度天 今年截至到目前的话 只有四个四天超过了30度 但接下来紧跟着有四天超过30度 也是今年最热的一周了 就相当于持续时间最长的 上一周热是逆秋 正常逆秋以后的确早晚凉了哈 早晚非常凉快 但是中午的时候可能还是热 所以现在的话 中午的话现在正常的气温 晚上可能凉快 但是接下来四天的话 仍然是热的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我看国内的话 还是炎热 一个主要的那个关键词吧 非常炎热 包括现在啊 也是非常炎热 即使逆秋了以后 本身逆秋以后有一个秋老虎哈 18天地火天嘛 我们这样的话 我估计这个是真正的最后一周 最热的一天了 最热的一周了 那紧跟着以后的话 那就真正的有秋天的感觉了 接下来很快乐 进入8月的中旬到中下旬以后 这叶子马上就开始到9月 就开始有秋天的那种秋秋爽了 时间也比较持续比较长 自己比较均衡嘛 好了 那就中午听我这样瞎聊了 这么长时间 OK 拜拜 再见